罗汉肉是哪个部位 罗汉肉其实就是猪肉其中的一个部位的肌肉 也就是猪肝盐 猪肝盐顾名思义是猪肝的边缘部分 就是猪胸腔和腹腔之间的一片平滑肌 分隔两腔固定内脏器官 其保护作用 整片胃切割浅成圆形 由于靠近肝脏部位 所以叫猪肝盐 因为有活动档 所以肉质细嫩 同时夹杂筋膜 有韧性耐嚼 罗汉肉的具体做法 罗汉肉先洗净 在沸水中捞过后 放入高压锅 放两三碗水 水开后压15-20分钟 取出切小块 汤可以留作高汤用 锅中热油 先放入乳西兰花和菇煸炒 加适量的盐 翻炒 再加适量高汤 焖一两分钟 之后加入罗汉肉翻匀 再嫩两三分钟 中间不停的翻炒 最后加入一勺蚝油 再翻炒一会即可 这道菜的口感很好 肉质鲜嫩可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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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